中環蘭桂方星期五開始 試行的士大使計劃打擊黑的 避免遊客受騙 為期三個月 蘭桂方是遊客區其中一個黑的黑點 有乘客被欺騙車資 新計劃之下 警方與的士業界、蘭桂方協會 和中西區交通安全運動議會等聯手 這個星期開始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凌晨時段 派出多個的士大使 到區內兩個的士站 為旅客填寫和送上 印有投訴電話的資訊卡 卡上有的士車牌、目的地 和預計車資等資料 如果遇上濫收車資或兜路等等 乘客可以持卡去投訴或報警 同時 警方會繼續派人喬裝乘客等 打擊黑的 當局亦是 士丹利街增設多一個過海的士站 比遊客更加容易 找過海車 期望多項新安排之下 長遠可以將黑的淘汰 拍攝 比遊客更加快 免費 角色